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今天是要 對啊 怎麼樣 你對矽子有意見喔 不是啦 我跟你講 矽子在網路上有人講 它是美食沙漠中的沙漠 拜託 那是不是他有沒有遇到對的人 好不好 你自己想想看 我們常常去一些地方 大家都說美食沙漠 新竹大家也這樣講 對… 苗栗大家也這樣講 我們還不是挖掘出很多美食 而且我跟你講 矽子不是沙漠 它是美食祕境 美食祕境 這麼厲害 有什麼東西 有那麼輕易就跟你講 這麼小氣 今天就跟著我走走好溜 好不好 走走走 為什麼會有客家音 好溜 沒想到小姐姐竟然賣官子呢 矽子早期的就稱為水帆角 是由於當時 基隆河受海水潮汐影響 漲潮至此 因此而得名 後來在1920年代的日治時期 由於私鄉的日本人 參考日本東京矽流的地名 將水帆角改名為矽子 而近年來工商業發達 交通更加便利 隨著許多大型商辦 及購物中心進駐 讓矽子也成為了新興的科技城喔 既然如此 想必也有很多的美食 藏身在這塊寶地囉 今天就讓後期威 小姐姐 帶著大家來這個美食秘境 探索探索吧 天氣渐渐溫了起來 早餐就來個涼麵 再配個貢丸蛋花湯 開啟美好的早晨吧 接著戲子仁的口袋名單 扁食意麵再配碗油飯 還有我最愛的紅油炒手喔 還吃不夠嗎 沒關係 再來份鮮肉鍋貼加水餃 當然少不了酸辣湯喔 吃完正餐 該來點甜點 巧克力鮮奶油松餅 還有抹茶紅豆 小茶這樣吃 好享受 這麼快就要晚餐了 那就來個招牌菜飯 配去骨水晶雞跟牛肉老油條 就是要吃好吃滿 最後戲子仁的宵夜登場囉 六十年老四號鹹粥 別忘了剪盤雞捲跟紅燒肉喔 台北的美食祕境 戲子真是不容小覷啊 趕快跟著新奇往食 來探索祕境囉 我是真的很少聽說 戲子有什麼好吃的耶 而且現在是早餐喔 非常重要 遇他齊名的是台南的 蛋白麵 沒錯 那戲子這邊呢 有第一名的 不知道是什麼 涼麵喔 哈囉 戲子這家涼麵 可是涼麵一哥耶 它麻醬濃郁 麵條有嚼勁 這樸實純粹的好味道 流口水... 要吃... 但是有一個缺點 還有缺點 我都不想說了 那...不說好 人太多 要排隊 這個是... 這是缺點喔 缺點要等耶 這個要吃... 來... 是兩面一姐 我剛剛講一哥 一哥一姐都一樣 都一樣 都一樣 你們兩面應該還有吧 還有 還有 太棒了... 那妳們在這邊賣的多久 十幾年了 十幾年了 你們都是堅持手工去國 對 就請手工 每天 對... 那他們都把它醬也是嗎 自己弄的 然後就賣完為主 那妳覺得妳們家兩面 特色是什麼 秘訣是什麼 特色啊 就是... 新鮮吧 新鮮 新鮮 因為你們那一定要吃新鮮的 對 那兩面一定要配什麼湯 一般喔 我們的綜合湯 衛生湯其實比較多 衛生... 還有凍丸蛋花 新鮮凍丸 對...這個都很搭 可是你們店竟然有豬血湯耶 對啊 因為... 這個搭起來也滿好吃的 真的喔 對... 你們家的麵應該百搭啦 那這樣啦 那我們今天就有兩個涼麵 然後兩個湯好不好 OK 妳處理... 好啦... 謝謝...謝謝妳 說到涼麵 其實是因為古時候徵戰連連 老百姓在避難的時候 為了求吃飯快速 就用剩菜拌麵來吃 近代最典型的中華麻醬涼麵 據說來自北京 而北京人直到現在 都還有吃涼麵的習慣呢 說到這 我就會好像有個關於涼麵的小故事喔 在這邊十六七年了 十六七年了 完全手工自製的麵條 對 但妳知道涼麵是怎麼來的嗎 相傳啊 武則天還沒有入宮之前 她還是一般民女的時候 然後呢 她跟她的異性好友 一起去吃山西麵 就被燙到了 燙到之後她就有一股氣 覺得說 為什麼麵都要做燙的 不能做涼的嘛 所以就研發涼麵 這是一說 來啦 那我今天我不管啦 我來細紙我就是點大份的 很小份的 這個湯 我真的覺得很棒這樣的早餐 來 妳吃 它涼麵 先說它的麵條是非常Q 非常彈的 而且 很跟的 你知道嗎 一根根分餅的 硬一點點的Q彩麵條 除了麻將香之外 它的尾巴多了一份鹹香 算是比較重口味 我喜歡 它真的是比較重口味的 而且原本上來的時候 我還在想說 可惜醬好像給的有一點少 少 但是其實你再拌了之後 它底下好像有一些醬汁 對 所以你拌開之後 它的醬汁足夠的 你不要只看它淋在上面 他們家的話 我覺得並不是那種 芝麻味很重的 不是芝麻味 但是混著一些其他的味道 例如說 蒜味 是 蒜味和不只那麼 used 可是會讓你每一口都吃得到那些 蒜香 微微的 微微微微的少 consumers 好棒 然後它還有一點點的辣感 它頂多給你一點刺激感而已 可是不是讓你會辣到或怎麼樣 大便不是吃醬 是開胃感 開胃 開胃感 不願吃越開胃啊 這迷人的涼麵 麵條粗細 嘟嘟好 吃起來嚼勁十足 搭配吸附麻將的濃郁味道 香氣逼人 還有一點微微的蒜辣感 讓人吃得好開胃呢 而清爽脆口的黃瓜絲 更是為這盤涼麵增添了不少分數 漸漸熱起來的早上 來一份涼麵真的是好清涼喔 聽說他們家的湯啊 跟涼麵 看誰才是招牌 誰才是一個 就是看是涼麵獲勝還是 還是湯獲勝 因為他們家的湯算 我覺得算 在涼麵店來講算多的喔 對 我們今天選的是 清湯 紫菜蛋花共丸湯 韓國人生是不是要喝紫菜湯 好棒喔 看它其實算濃郁的喔 濃郁 而且它蛋花給了好多 我覺得最喜歡這種 而且它好像撒了滿多胡椒 裡面有比較 滿濃郁的胡椒香 是胡椒吧 對 它裡面給了很多蔥花耶 然後蛋包 我覺得給的是很大方 對 而且我覺得它的口味 算是湯裡面偏重一點點 重一點點 對 重一點點 湯頭算濃郁的喔 因為它裡面的冬碗 然後補菜 湯都基本上有一些自己的味道 對 但是它在裡面呢 並不會說互相搶味或幹嘛 它湯頭喝起來很順 對 而且你剛剛吃了他們的涼麵 裡面有一點點帶點蒜麻醬 稍微膩口的時候 你直接喝這個湯 是 很棒 而且它的紫菜感覺 跟蛋包都滾在一起的 滾在一起的 所以你看它蛋包裡面就可以 這個紫菜蛋包這樣子 好棒喔 而且它貢丸非常好吃耶 它貢丸 我已經要說100次以上了 我吃新竹 它的貢丸是肉質比較扎實 咬起來彈性很好 它放在裡面 你吃涼麵之後 你可能那種男生可能略顯沒有飽的時候 你再吃這個貢丸蛋花湯 我覺得這個整碗的份量 其實算滿足的 因為它給了兩顆 就是非常扎實的購丸 然後又有蛋包 蛋花 蛋花 然後碗也不小 所以其實我覺得女生 你一個小的那個涼麵 配上一碗湯其實很飽 不愧是跟涼麵在爭 一哥地味的湯啊 這貢丸蛋花湯 裡面滿山滿谷的蛋花 搭配青蔥 香濃的湯頭 又混著點胡椒的香氣 再加上那扎實飽滿的貢丸 咬起來就是過癮 特別的是 店家除了蛋花跟味噌系列的湯品之外 竟然還有豬血湯 看那一塊一塊厚實的豬血 處理得很完美 都沒有腥味 湯頭濃郁更是沒話說 吃碗涼麵再來一碗豬血湯 也是不錯的選擇喔 下一段 是紫人的口袋名單 便是一面再配碗油飯 還有紅油炒手呢 相信你一定還吃得下 鮮肉鍋貼加水餃 酸辣湯也不能少 休息一下 我們馬上回來喔 怎麼樣 戲子的早餐不錯吧 戲子的早餐真的有讓我驚豔 但是啊 戲子要一整天喔 你沒有問題吧 你整天又怎樣 你現在是瞧不起我是不是 都是我替你擔心害怕一下 沒有 我跟你講 現在這個時間 差不多中午了嘛 是 我知道你老人家要暖暖胃 很可惡 是 它在民風街這邊 有家人氣超高的古早味小吃 古早味小吃 聽起來都很厲害耶 賣什麼… 裡面哪一樣呢 都是招牌 賣什麼 要吃什麼都很讚耶 都很讚 不過鄉親 我們還是去那邊觀察一下 觀察一下 觀察一下… 喔… 老闆… 不好意思… 棉峰街上這樣走過來啊 用你店裡多少錢 多少錢 多少錢 你自己賣很多東西 你會推薦的事情嗎 老闆 油飯… 聽說是限量的對不對 賣完就沒有了 那還有呢 扁食啊 扁食… 老闆 你在這邊賣多久啊 二十幾年了 二十幾年了 真的耶 老店家耶 老店家耶 老闆 那這樣子啊 油飯應該還有吧 有… 那我們再來一個 扁食意麵好不好 招牌… 招牌… 因為剛剛我們的小姐姐說 我們家每樣都是招牌 那就扁食意麵啦 然後油飯好不好 謝謝…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這間位於民風街上 戲子人口袋名單的扁食意麵 每到用餐時間的巔峰時刻 店內總是高朋滿座喔 排隊更是家常便飯 畢竟老闆經營了二十多年 擁有相當多死忠的顧客 這個時間 不知道小姐姐好缺 有沒有順利搶到位子呢 真令人期待啊 這家店老闆推薦了 什麼 扁食 扁食 我不喜歡 妳真的沒有不… 妳真的沒有不喜歡的 沒有 我很喜歡炒手 就是老闆還是有跟我們炒手 對… 可是我們主要是介紹扁食 扁食 我很喜歡那種帶點辣油 然後餛飩下去的 沒有 它也有炒手麵 對 我也喜歡那種 但我們吃經典的好不好 對 扁食意麵 但它也有湯的 也有湯的 對 但是因為想要吃到 扁食的口感 然後麵汁 我覺得乾的妳滿推薦的 滿推薦的 來 我們怕的工程先拌… 先拌… 來 妳先吃吧 它吃那種意麵看起來好棒 它的那個麵上面 它比較細一點 對 它就細之後 妳吃乾麵的時候 妳可以很容易享受到 麵汁的那個快感 因為乾麵上面會放油沖 然後自己的醬料 然後加一點豆芽 豆芽是很清脆的 然後它那個薏麵的麵 它很滑 很順 然後在火中擠食的時候 它的那個麵波浪會稍微在那邊 先跳…跳來跳去 我好喜歡它撒油沖酥 就是一般會在湯麵裡面 比較常看到 但是它那個油沖酥 就是炸著酥酥的 然後撒下去 你每一口麵 我覺得它的麵的醬汁 不是給那種 超多 也不是重鹹的 可是它是會讓你每一個麵 都拌到 然後不會有正的 然後你在油沖酥 就是加強那個口味的那個部分 口味 點食 它不是做成那種 很大的扁食 對 它是做的像是 一口的 它是一口扁食 它雖然是一口扁食 可是它裡面大部分都是肉喔 對 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其實沒有什麼太多皮的部分 所以跟一口咬開 它裡面又是滿滿的肉 我很喜歡它扁食捏得很小 對 一口一口這樣吃你知道嗎 然後它裡面不是肉塊 是肉泥 對 然後有稍微調味過 有調味過 所以扁食基本上自己 就有自己的味道了 味道 這做的稍微細一點的意麵 微波浪的麵體 搭配著油蔥 以及店家自製的醬料 一起放入口中 就好像麵在你口中悠遊 而這嘟嘟好 一口一個的扁食 小巧精緻 一咬開 裡面飽滿的肉泥 夠味又鮮嫩 難怪老闆 有這麼多的死忠粉絲啊 而且店裡還有一個 限量的招牌喔 這個油飯是限量的 真的喔 對 妳就說如果 為什麼會是限量的啊 油飯是什麼 因為它可能就只做那一鍋 賣完就沒了 就其實這裡的 看它的菜單 它其實非常的多元化 它這家店的東西就是 算是小吃裡面 你想吃到的幾乎多元 很多元 很多元化 它的油飯 非常利力分明 真的 然後我覺得它不是那種 很濕潤的油飯 不是中油的 對 它沒有在上面淋一些肉燥 肉燥啊 或是什麼 很有搖感 很有搖感 很Q 沒力分 你都可以感受到 它那個糯米的那個Q度 Q度 然後吃到糯米的香氣 然後裡面它放了很多 花生 花生 對 它裡面有很多像那種 三層肉的那種 小碎肉塊 然後還有一些蝦仁 蝦米 蝦米 它整碗油飯吃起來呢 你每一口 你都可以吃得到那些料 但我跟你講 自家界有一個很酷的地方 沒有 抱歉喔 它六日不做生意的喔 你不覺得很酷嗎 我只要選 一般這種小吃店 通常六日都要生意 小不起休一天 他沒有 不好意思 他六日他不做工作 假日不要來喔 假日 平日 對 平日 看我們節目的人 平日正經 你還假不好還是假日 天啊 這真的是太可惜了 但為了這些美味的扁食 跟誘人的油飯 就算是平日 我也要給他沖一波啦 那粒粒分明的糯米 不時還能吃到 花生跟碎肉塊 還有蝦仁 光用看的我就流口水了 而且這邊別忘了點一份 紅油炒手喔 店家自己炒的辣油 不滿其中 稍微嗆辣的口感 讓人食指大動 欲罷不能 喜歡吃辣的朋友 可千萬別錯過這一味喔 原來戲指也是有許多美味的 口氣也別再說這裡是美食沙漠了 來到戲指 吃完美食之後 可以到當地的著名景點 金龍湖環湖步道來走走 金龍湖是一個人工湖 早期的用途是農田灌溉用的皮塘 現今已成為戲指休閒的好去處喔 金龍湖更是大台北都會區的第一大湖 沿著環湖步道漫步 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欣賞湖景 湖光山色 美不勝收 更有遊客在此處愜意的釣魚呢 而這兩個人吃完了美味的麵食 飽餐一頓之後 也在這裡悠閒的漫步起來呢 很舒服對不對 怎麼悠哉啊 不是 我跟你講 我沒有想到戲指啊 真的沒有好好的去 做一個地方的功課 我還不知道戲指 可以有這種鬧鐘曲線的地方 這也是金龍湖嗎 對 算是它這裡很有名的景點耶 對 這也算是很有名 而且我其實也沒有來過 真的假的啊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跟你來 這裡真的好適合就是散步 尤其我們你知道 前兩家吃完廚食之後 來這邊 這種湖光山色 而且你知道湖啊 可以降低一個程式的溫度 現在已經漸漸熱起來了嘛 對 它真的這樣子走起來 是涼涼的很舒服 而且它很平常分多機有沒有 而且好舒服喔這種地方 只是又是人不對而已 什麼啦 對啦你可以選擇你想要來的人走 對 我們負責把這地方介紹出去嘛 對 你就勉強一下 吃完我們就讓它來動嘛 來動什麼 就是運動一下啊 動子 動子 沒錯啦 吃完飯就是要來散步一下 還著金龍湖慢慢走 每一個轉角都是不同的風景 在這都會區 能有這樣的一個休閒散步的地方 也為繁忙的生活增添了一些格調 走得差不多了 不知道小姐姐幫我們準備了什麼好料呢 其實沒有想到 細節也是有這種虎光閃色的 吃飽了之後去那邊散散步 多棒 有喔就這樣去著 動吃...有沒有 動一動就要吃 這樣抖一抖 對啊 等一下你肚子又餓了喔 有點餓 你吃起來太大了吧 傻眼 所以我胖了 那既然這樣子1.2的話 那吃個... 小東西就好 小東西就好 鍋貼 可以嗎 只要是那種底皮 黃金色的恰恰的 我都愛皮包餡我都可以 而且我跟你講這樣鍋貼 只是排隊小吃喔 真的很棒 來 這又是一個排隊美食啊 這間鍋貼名店 位於繫紙的陷害路上 斗大的招牌相當好找 店面傳承了三代 老闆承襲了嚴嚴的手藝 在地經營超過20幾年 而這鍋貼好吃的秘訣 老闆表示為商量機密喔 不便透露 既然這樣 那就派出絕對味蕾小姐姐 跟口感擔當好奇味 來去一探究竟吧 鍋貼的由來就是 相傳慈禧太后 很喜歡吃水餃 對 但是呢 是冷的 所以水餃一冷呢 他就浇在御膳房 丟掉了 我不要了 結果後來有一天 他在厚花園逛的時候 他聞到後面有陣陣的香氣 他就拿來吃一口 我還酥嫩嫩肉餡多耶 怎麼那麼好吃啊 結果問說這個怎麼做的 就是御膳房 丟出來冷掉水餃 那為什麼要用煎的 因為水餃冷了就會黏在一起 所以你要用油你知道嗎 油的 把它煎的就會 恰恰就不會黏出腳 就不用再另外一個 那你知道煎餃跟鍋貼的差別在哪裡嗎 煎餃跟鍋貼的差別 一個比較長 你講的是外型 那實際上是什麼 是水分 鍋貼比較少的水在用煎 煎餃是煎煮的 先煎 然後再倒多一點水 它要過煎 要燜著 要燜 對… 它也要燜… 都要燜 只是說水分的多膨 這個很好吃耶 它的鍋貼算是外皮是薄的 在底部這一層呢 其實你會認為看起來它是 它是架起來沒有錯 可是它不厚 它不是厚 它是薄脆的 那個薄脆 然後再加上它裡面啊 它裡面內餡就是 高麗菜大於肉末的 它吃到比較多清脆的口感 可是肉也不會不夠喔 只是它跟一般的鍋貼來講 它肉比例比較少一點 裡面的內餡也是脆的 然後肉香會慢慢的出來 這不錯 沾上他們自己特製的那個醬料 辣辣的 鹹鹹的 很好吃 他們的醬料還帶有一點點甜 我覺得比較像是日式的那種 醬料的感覺 然後醬料我個人覺得還滿搭的 他們家的鍋貼是皮 非常的薄的那種鍋貼 好薄耶 你看 你剛剛看到知道 它連上面捏著的那個部分 然後都不厚 因為你吃下去 你沒有吃到太多 有揪在一起皮的那種感覺 而且它的肉是嫩的 還可以吃得到一點點的肉汁 肉汁 肉汁 我覺得很棒 看來這排隊美食的稱號 不是浪得虛名啊 這鍋貼薄薄卻又不濕嚼勁的麵皮 底部煎的微焦脆的皮 光看到就令人口水直流 和內餡高麗菜 以豬肉的雙重奏 吃得到高麗菜的清脆口感 也咬得到豬肉的鮮嫩多汁 這個鍋貼不吃不行喔 我覺得這個水餃光各種 它也許不是超大 但是它覺得超飽食的 妳有沒有看 就是很紮實很緊實這樣子 而且它也是跟鍋貼一樣 就是外面捏著的皮 好像沒有到太多 沒有太多 沒有太多 然後類似小裙白的部分 也是一點點 就是跟它的肉餡是幾乎 只為了包住它 並沒有做得很大便 它的皮啊 不管是鍋貼皮還是水餃 做鍋貼的時候它的 因為有堅果的時候 它的酥跟外面吃的酥脆 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薄脆型 但是他們這樣的水餃 也跟外面不一樣 因為變成同樣的皮 把它改成那麼薄的時候 厲害的是 沒有破 沒有破 我跟你講 水餃能煮到沒有破 還能這樣晶瑩剔透 我跟妳說這真的是公司 它的肉餡應該是一模一樣的 對…吃起來的那個 甜甜味跟那個肉的那個辛辛感 是一樣的 但是它那個外衣的延展性 好棒啊 它的皮我覺得滿好吃的 就是很軟的 也不是那種很厚的水餃皮 你看它的水餃皮是很薄的 很薄的 然後裡面就很單一的鮮料 它是用肉末 然後加大量的 比較多的高麗菜 比例大概是2比高麗菜 你就算不沾架 吃的話 它吃起來會有那個清甜的味 清甜味 但是我真的還滿推薦 天吃原味 天吃原味 再沾醬 因為沾了醬之後 它又是另一個不一樣的水餃 不一樣… 因為它的醬料很優秀耶 果然鍋貼優秀 水餃也不是省油的燈 這水餃的皮跟鍋貼一樣 都是薄薄的 咬起來卻相當軟Q 每一個都是非常的緊實又飽滿 高麗菜和豬肉混合出的清甜口感 也一樣優秀 相當推薦加一些店家自製的醬料 那又是另一個不同境界的美味喔 來這邊吃鍋貼水餃 不免俗要來一碗酸辣湯 用大量蔬菜燉煮出來的湯頭 勾了薄芡 清爽 不膩口 伴隨著胡椒 微嗆的香氣 與豆腐、布耳 還有蛋花等配料 一同入口 吃完喝這水餃 就是要來一碗才對味啊 接下來 終於來到了甜點時間囉 巧克力鮮奶油鬆餅 還有抹茶紅豆口味 下午茶就是要這樣吃 晚餐就來個招牌菜飯 配去補水晶雞 跟牛肉老油條 星期往時 咱們待會見囉 接下來這次要來點 什麼Tea After the Tea 就下午茶嘛 就是那個鬆餅點心 反正只要是妳做主題 一定會有這樣子的點心 OKOKOK 怎樣 沒興趣喔 那那個巧克力加奶油 你說鬆餅加巧克力OK喔 巧克力我愛 OKOK喔 我非常可以 非常可以 而且我跟你講 它走的是那種可以外帶 方便的路線 你拿著就走 讓你隨時隨機都可以吃得到 這種我愛 可以可以 你愛是不是 但是怎麼會有這種創意 我們可以問一下 問一下 請問一下你們怎麼會想 把鬆餅用袋子 那麼方便吃的方面帶走 對 日本的TRAFT店是在大學開始 對 所以就想多研發這種 讓學生可以外帶的商店 好攜帶 所以教學也要上課啊 在教室吃啊 對 有做鹹食的設計嗎 有 現在有做鹹食設計嗎 而且我看還有飲料耶 對 所以現在店裡比較多元一點 對 鹹食的話也是滿多的 鬆餅特色嗎 我們的鬆餅粉是特調的 所以跟我們外面一般吃到的 口感會不一樣 不一樣 口出來會外出內腕 對 那店裡的鹹三明是什麼 鹹三明就是鮪魚沙拉 我看對不對喔 對 因為我們的鮪魚 是我們小某某特調的 那甜點的下午茶如何吃甜點 巧克力煎奶油 對 那很多人點 還有 還有 還有那個奶香的口味很多 這樣啊 我們就 妳幫我們準備一些 就是大家喜歡 然後又特別的 而且我看你們還有飲料 我也想要飲料 好啊 無糖的 我也要 還沒走到店門口 就先聞到鬆餅濃郁的香氣 這間在寫至新倉路上的鬆餅店 起初是從校園發跡的 以親切評價的美食為初衷 希望可以打造小銅板 大份量的國民美食 如今開枝散葉 也有許多的分店坐落各地 咱們就跟著兩位一起享用 美好的下午茶吧 來喔 這個是巧克力奶油 是不是 據說是他們店裡排名第一喔 它這個鬆餅 我覺得很棒的是 它是有厚度的鬆餅 有 然後它的格子的部分 是脆的 外面的部分 就邊邊的 有線條部分就脆的 它裡面這邊是鬆餅 然後很嫩 你咬起來之後 再加上它裡面 加奶油餡跟巧克力 巧克力是那種 比較算是微苦微甜的巧克力 然後再加上奶油 它奶油很好吃耶 你不是奶油控嗎 它奶油甜度適中 你知道我最喜歡見價的原因就是 它給料沒有在手軟 可是它的料 你看它在那邊擠的時候 你會覺得 你有時候會想說 好了 太多了 好像也太多 就是不用那麼多這樣 就是給的超豐富的 肚子餓的話 我跟你講它絕對可以當一餐 它會飽喔 果個人覺得 雖然巧克力跟奶油 聽起來是很甜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它奶油 不是那種很甜的奶油 巧克力奶油我覺得 為什麼它會第一名 因為它就是一個傳統口味 它就是不敗啊 不敗的經典口味 不敗的戀人 店內的人氣No.1 果然不通反響啊 這一片片烤的焦糖色的鬆餅 滿滿的幸福香氣 盪漾在空氣中 而內餡濃郁的巧克力 搭配清爽不油膩的鮮奶油 層層的夾在外酥 內嫩的鬆餅之中 大口咬下如木春風 真不愧是萬年不敗 經典口味啊 再來我覺得這個 我有點 我覺得是你很會點 你很會點 你除了為了我們的客情點之外 你也為了自己 就是這個 抹茶紅豆 抹茶紅豆 可是 它拿起來超有分量的 怎麼會那麼重 這個太扯了啦 它真的超重 這個有一公... 一千克 有一公斤耶 有...有一公斤 我覺得沒有到一顆塊 有啦 有塊一公斤 對啊 這個太厚實了啦 超厚實的 這個超厚實的啦 你看這裡面 這個哪有在客氣的啊 真的...很誇張 真的太扯了啦 我覺得我吃得好累喔 不是 我跟你講 它滿到後面都拔開了啦 這種與之驚實的鬆餅啊 電視機前的大哥大姐會喜歡 對 年輕人也會喜歡 對 因為這個東西太好吃了 它是抹茶醬 我沒想到抹茶醬的抹茶 是香的耶 就是是香的 然後苦味沒有那麼重 微微的 然後茶香很重 紅豆啊 是有帶殼的喔 但是偏的比較細 磨的比較細 上面還有一個紅豆殼 然後裡面 它其實已經算變成紅豆泥了 紅豆泥... 其實它有一點像 紅豆餅的感覺 但是它後面會有 淡淡的抹茶香出來 對 很不錯 然後我覺得它吃起來可能 比較不甜的原因 有一點是因為 它鬆餅夠厚夠多 它可以分散掉那個甜味 所以其實你吃起來的味道 就沒有那麼膩 對 這個手打的紅豆跟那個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真的不錯 抹茶很香 這拿起來 差點練身體的抹茶紅豆鬆餅 鬆餅的份量 及美味口感 也不在話下 內餡抹茶的厚實茶韻 與赤小豆融合在一起 這與致金石的完美組合 也是不可多得的美味 除了甜的鬆餅外 店內也有許多鹹食鬆餅 尤其是這個 炭烤雞腿蔬菜鬆餅 炭烤過的雞腿 好爽多汁 搭配蔬菜的清甜爽口 夾在鬆餅裡 一起入口中 真的讓人大呼過癮呢 吃完下午茶甜點之後 向晚時分 很適合來這個細緻 新興地標 星光橋走走 這座橋於2014年完工 經常開國道一號 往返東北部的朋友 對這個直指天際 巨大麥克風造型的橋塔 肯定不陌生 左右兩側斜拉的不對稱鋼索 也是星光橋的一大特色 而橋的兩側 則擁有風景秀麗的河濱自行車道 以及綠意盎然的草地 來到橋上可以看到許多民眾 在此處慢跑健身或是騎騎單車 相當的悠閒愜意 而剛剛吃完甜點的這兩人 此時也來到星光橋上喔 是不是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而且在那種黃昏到夜晚之間 這個地方很舒服 對 這個地方我跟你講 開車的人都知道 我們常常經過高速公路去基隆 或者是從最北部回來的時候 都會看到一隻超大的麥克風 算是一個指標啦 對啊 而且這個橋叫星光橋 真的啊 就很適合我們這種 星光閃閃的藝人 有沒有 我可以幫妳鋪紅毯 它已經是紅色很像紅毯有沒有 對… 名字很棒 它比一般的橋的寬度更寬耶 它是星光橋 是首座橫跨基隆河的橋 下面是基隆河 下面是基隆河 對 下面是基隆河 而且它其實在橋的兩端 都是做無障礙的 它沒有任何樓梯 它就是方便自行車啊 可以騎上來 還有一些無障礙可以推老人家上來 對 然後就是方便大家就是行走 而且你剛剛就有講橋面很寬嘛 然後很平坦 就在這邊散步 你會覺得很舒服 真的 然後它這個橋 你剛剛不是講到就後面那個 麥克風 很大隻的麥克風 70公尺對不對 對 然後它其實是有個結構 叫 好難記喔 單…是一種橋的設計 是一種橋的設計 對 然後聽說這個設計就是 還滿厲害的 沒有 但是真的很酷耶 你看一整支麥克風啊 對 然後你有看到麥克風頭上面有一點一點的嗎 因為它其實這個橋的主題是日月星 所以它那個就很像星星 在那邊點綴著 它那種點綴的燈光就是屬於璀璨啊 對 然後璨就是它橋身 橋塔的部分 這是一個很有設計的橋 是 而且聽說你在下面看這個橋的時候 你會覺得特別像那條龍 龍 有那個龍形 有那個龍形 有沒有 OK喔 這好極力喔 這個橋 真的 聽說這裡的夜景更美 它那種旁邊又有那種 糊印的那種黃色燈光整座橋 再等一下下來 很寬敞 等一下就有夜景 就像口缺說的 星光橋的夜景也是很迷人的喔 這巨型麥克風的白色塔柱 以及橋身都裝設了點狀光源 一到了夜裡 就會呈現出 璀璨亮眼的點點星光 這也是星光橋的命名由來 這裡更是基隆河畔夜間 熱門的打卡景點了 各位有來到戲址 千萬別錯過這座美麗的星光橋喔 是說這個時間 也差不多該吃晚餐了吧 來看看小姐姐要帶我們 吃什麼厲害的東西 拍好一點喔 我要拍到整個那個 你知道整個屋子的感覺喔 不好意思 好了可以了嗎 拍好了沒 拍很多了 你為什麼要一直拍照啦 拍好檢查 不是啊 你不覺得這裡很有那種 四五零年代 復古風的感覺嗎 對耶 而且裡面還有很多那種 電影海報啊 很懷舊喔 對 不知不覺還會聞到那種 食物的香氣好棒喔 對啊 你聰明耶 我跟你講 這是戲子很有名的 復古風餐廳啦 真的假的 真的 難怪好多人在吃飯 一定要吃菜飯 你是說那種傳統的菜飯喔 對… 其他料理也是一級棒喔 怎麼會想賣這種 這要問老闆就要問老闆 問老闆… 好年輕… 對…想問一下 你怎麼會想賣菜飯這種東西 它原本是上海的一個 上海菜飯 是 但是它是用蒸的 然後我們想說我們 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 不能等得那麼久 所以我們開始用飯 並且加上醬油 古早味醬油的香氣 是高麗菜飯嗎 沒有 我們是青江菜 店裡怎麼會走這種 復古風 這些東西都是我爸爸以前 可能出去玩 看到的東西 喜歡蒐集起來 蒐集起來 其實我們大部分 都很正門 是真的 不是說仿舊的那一種 是… 收不少錢嗎 這我就沒有相信 不要 因為畢竟這個是他的信心 對啊 但是現在老闆接受 那老闆有問一下 我們店裡的招牌 菜飯 像是我們的菜飯 一定要有 肚肉燜筍 燜筍… 還有 牛肉的燜筍 是我們的冷氣物 牛條可以喔 真的可以 還有像是 比較家常一點 像四季豆 也可以… 來這邊吃就是要吃這條 小吃到大吃都有對不對 OK… 那這樣子 那我們就兩碗菜飯 其他那碗我們準備一下 兩人份 兩人份 趕快多… 光是聽老闆講這幾道 我的口水就已經要流下來了 這間位於大同路上的餐廳 復古懷舊的外觀 看來就相當吸睛 而店內擺設了許多 貨真價實的古案 全都是老闆父親 多年來的收藏 古色古香的氛圍 讓人不由自主的流連忘返 說到這 我已經等不起想要嘗嘗 老闆推薦的私房招牌菜了 哇 這上海的菜飯 對啊 改良過的是台版的上海菜飯 台灣傳統的是高麗菜飯 上海的就是用這個 沒有 基本上應該說 菜飯就是什麼 你當時有什麼菜 你就去做什麼菜 我也可以做龍鬚菜飯 對 因為又有菜又有肉 像這種什麼菜飯 或是豬油拌飯 其實都是以前的日子 比較古的時候 然後 你可能沒有太多的東西 你只有一點點的米 然後你必須 像我外婆她們以前小的時候 會吃地瓜泡飯 為什麼要叫泡飯 不是因為地瓜很多 或者是飯很多 是因為 就一點點地瓜 一點點米 你加水之後才有飽多 我發現現在很多美食 都是以前的苦日汁 然後或是亂弄了 就是加在一起流下來的 對 OK 我跟你說 當然這個菜飯 你當然要吃一些傳統的 對 招牌的 一定要 去骨水晶雞 水晶雞 對 去骨水晶雞 好 好 去骨耶 好棒喔 去骨 去骨 然後直接配菜飯就正常 對 它本身就很有味道了 對 它不知道是這樣 因為菜飯的 菜飯其實雖然感覺好像 很豐盛 很豐盛 可是它其實味道質 淡淡的 淡淡的 沒有很濃 而且它有 就可以配這種雞肉 它有雞肉的油脂 雞肉的嫩度 彈度超好 對 而且它那個乳水在上面這樣 過過 煮過之後 它乳水 鹹香味 鹹香味很棒 它皮真的就是 我們有時候吃那個雞肉 就是有稍微冰鎮過的 對 然後還會有那種白色的那種 透明的那種 油狀 油狀 它應該不是狀 這是油狀 對 它就是吃起來跟那個肉一樣 那個皮是非常Q的 有雞油油脂的成分在那邊 所以它吃下去的時候 還滿順口 很順口 很順口 而且 油脂鹹鹹香香的很下飯 很下飯 好棒 不錯 不錯 真的很不錯 不愧是老闆推薦的招牌 這去骨水晶雞 就像它的名字一般 那晶瑩剔透的雞皮 還有冰鎮過後的雞肉油脂 看起來就像水晶一樣 雞肉的肉質鮮嫩無比 而滷汁鹹鹹香香 跟這菜飯搭配起來 一口飯 一口雞肉 真的很享受 吃完雞肉 接著來點讓人口水牛不停的牛肉吧 牛肉老油條 你要夾牛肉跟油條一起 好 牛肉跟你老油條 老油條 它不是辣的喔 它辣的要是配菜 這一道很滿下飯的喔 很大飯 它牛肉啊 我覺得燉得剛剛好 韌度還在 咬性還在 牛肉將近還老油 然後它醬炒過後 那個老油條跟那個醬汁 口感酥酥脆脆的 再搭配牛肉的嫩 下飯又好吃 因為老油條是一個 很容易吸醬汁的東西 對 所以它的醬汁呢 你看起來好像紅紅的 有點辣 可是沒有 就很微很微 做提味用的 然後醬汁算是有點偏甜鮮 偏甜 因為它的甜味來自洋蔥 它裡面有一條洋蔥 它那個老油條會偏乾 對 就是因為老油條嗎 你知道嗎 比較老 對 可是因為它泡了湯汁之後呢 所以它那個湯汁就只能吸飽 讓老油條慢慢軟化 但是那個扎實的口感 是還在的 還在的 牛油條的味道 所以牛油的味道 就是滿美食的 因為其實牛條本身 不太會有什麼味道 所以它也算是 各個菜裡面的百搭 它就是主要是 用來吸附醬汁 增加口感 這很牛的牛肉老油條 真的是深得我心啊 這老油條 酥酥脆脆的口感 吸附了微辣湯汁之後 別有一番風味 搭配著燉到恰到好處的牛肉 保留了牛肉的嫩度跟咬勁 還有濃濃的牛肉香氣 光這一道菜 我就可以配上三碗飯 沒有問題的 吃了雞吃了牛之後 還有這道滷肉燜筍 也是店內的人氣碧點菜色喔 看這滷到湯過去的三層肉 就讓人不盡想起了 阿嬤的手藝 大塊又扎實的三層肉 口感鮮嫩多汁 而這旁邊的筍子也相當入味 爽脆清甜 真的是好好吃啊 但是還沒結束喔 待會要帶各位朝聖戲 只能的宵夜囉 60年老字號賢週 別忘了點雞捲跟紅燒肉喔 別走開等等就回來 這個時間我不太行喔 來 回家喔 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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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喔 不行啊 幹嘛要那麼油啊 不行啊 年過 年過40之後喔 你知道 不太容易耶 我知道 年過半百了 身體會很辛苦 40之後 但是 你不要急著走 為什麼 因為我要帶你去吃一家 細紙這邊的 地表最強宵夜 我跟你講 現在已經很少東西 能夠嚇到我了 是這樣嗎 是這樣 進來 來 嚇嚇你 我跟你講喔 這家是鹹粥 鹹粥 但它是 炭火燒的鹹粥 炭火燒的鹹粥 而且賣了60年 從早餐賣到宵夜了 18 9個小時耶 對啊 沒有在休息的 這個真的厲害 這個要問一下老闆 要問一下老闆對不對 是不是很強 大姐 大姐 我想請問一下 妳現在是經營多久啊 60年 60年 第一代呢 我是第二代 那第二代妳在這邊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賣的時間要這麼長 因為我們三班人在這裡 有輪辣 剛剛李懿有說 妳們是用蛋火去餵那個粥 炭火 炭火 為什麼用炭火 它是文火 然後慢慢 然後慢慢 慢慢熬 慢慢熬 可是這樣比較麻煩耶對不對 也不會啊 兩個爐子 一個爐子慢慢熬 然後這樣是不是比較不會燒焦 不會 而且會有那個炭火的那個香 那像小菜 小菜妳有推薦什麼 我比較推薦就是那個 紅燒肉 雞腿 還有雞腸子 還有小瓜 好多喔 它幾乎全部都講過了 對啊 這間在戲子車站附近 賣了將近60年的鹹粥 已經是戲子人 從小到大的回憶 每天營業超過15個小時 而堅持用炭火熬出來的鹹粥 就是他們的招牌 聞到這炭火香 我已經快受不了了 趕快來開吃吧 這個60年的炭火鹹粥 很難得 我吃過太多東西 看過太多東西 其實不容易 在台灣小吃被驚嚇到 它的意思是說文火 就是說就像我們烤肉一樣 你不能用明火烤 對啊 你很容易焦掉 粥也是一樣 你要用文火 就是說那種紅紅的 對… 然後慢慢它在那邊 慢慢聞… 它怎麼樣都不太會焦掉 我真的沒有吃過這樣的粥耶 我沒有 我們一般的粥 就是米粒感比較明顯 這個看起來有米粒感 可是我跟你講吃進去之後 只會有剛入口 你感覺有那個米粒的感覺之後 你開始再咀嚼 它就變成跟金門的爪牙 我跟你講這個 祕密你需要夾一夾 你也愛的 蒜酥喔 蒜酥 加一點就要你 雖然是不用錢 也不用這樣加 你嘗一點看看 好 它這個蒜酥很棒耶 好酥喔 它增加那個口感 口感 真的 它跟鹹重口感完全是兩極 兩極 可是味道完全又變成另一種粥品 你知道嗎 而且它裡面還有白蘿蔔 所以喝起來就差不多清甜 對…但是它味道很豐富 真的很豐富 因為你看它用這樣子去揉它 去煮它 然後裡面又有那些小魚乾 蝦皮然後蘿蔔油蔥 最後你再加個這個 對… 蒜酥進去 很豐富 但是不會讓你覺得很複雜 我就知道這炭火熬出來的鹹粥 肯定不一樣 炭火熬煮過的鹹粥 瀰漫著淡淡的炭香味 而這使用糯米 搭配金鉤蝦及小魚乾 一起熬煮的鹹粥 吃起來溫順好入口 若再加入一些蒜酥 更提升了整碗粥的口感 只能說這一麥就是60年的 老字號鹹粥 真的是會讓人一視成主顧 小菜 它就有推出他們家最厲害的量 紅燒肉跟雞捲 我們先吃紅燒肉 好 我真正愛上這家店 這種正義的古早味就是這樣 對對對 而且這我們小時候的 你知道就像 阿婆外婆 或者是爺爺奶奶 他們在那邊炸肉的味道 而且它是紅燒肉不油 它把油立得很乾淨 很乾淨 而且紅燒的味道帶點淡甜 然後裡面肉的油脂呢 它整個肉完全保留下來 對 那個很古早味的味道 我說真的 它店裡有滿多的醬料 而且 可是 它其實是原味很棒的 它幾乎全部都是瘦肉 很瘦肉 然後沒有用到 對 而且你看這個上面 它直接製補上那個紅燒之後 再提上那個外衣 對… 就這樣下去下來 我跟你講 完全保留雞肉的香味 我喜歡酥脆的東西 再來 必配的 雞捲 雞捲 雞捲其實就是 雞捲 雞捲就是把 用雞皮 外面一層米 然後把家裡 冰箱剩菜剩飯 分起來 你連故事都跟剩菜剩飯有關係 其實我跟你說 會很多美食都變出來 跟戰亂 雞荒 沒有食材 沒有東西 變出來的 是一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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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面有什麼 有洋蔥 洋蔥 我知道 然後有肉 有肉 我沒吃過這種雞捲 肉 然後… 像… 你用春捲皮 薄薄的 包了之後 然後把外面炸得非常… 像春捲皮那種 那種感覺 大春捲 大春捲 然後裡面的肉呢 它是塊狀的 它不是碎肉 它是塊狀 但是它有一個泥是甜甜的對不對 對 你不用沾醬 它偏甜 因為我覺得它是有洋蔥 它裡面有一些洋蔥末在裡面 可以看得到 還有胡椒 胡椒很明顯 它裡面吃起來是甜甜的 有一個吃起來口感像蘿蔔的那種 是 脆蘿蔔的口感 然後甜甜的對不對 是 這個好酷喔 是滿好吃的 老闆娘說其實我有吃過 她也說 這吃就吃 不要問我裡面有什麼 這很好吃耶 來自吃鹹粥肯定要點一些小菜的啦 這紅燒肉挑選的都是精實的瘦肉 外衣炸的酥脆又不油膩 而雞卷的外皮也是金黃酥脆 裡面的雞肉更是大塊又紮實 搭配香蔥 吃起來清爽不膩 真的是小菜的首選 還有這個人氣居高不下的紅燒麥 鮮美的肉質 Juicy又有彈性 很容易讓人一口接一口 片刻不離手 吃到現在 相信口缺不會再說 戲子是美食沙漠了吧 觀眾朋友 周末有空來戲子走走 吃吃美食逛逛景點 也是非常愜意的享受喔 星期王師 咱們下周見啦 掰掰